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五位 我们今天去说这集 我觉得有人一定会练目塞 如果不是我们调就是观众调 因为我们要说台湾的阿嬷 台湾的阿嬷 很多人其实在台湾是阿嬷子大 为什么 因为北部有的是中南部在打拼 所以长期把孩子 孙子放在枕架 和阿公阿嬷搶 那现在这种家庭更多 为什么 因为弱势者 有的是生了 没在顾了 我们说的 所以前度和阿嬷阿公的感情特別好 我们今天其实要说台湾的阿嬷 如果说台湾的阿嬷就是消防器 阿嬷的位 阿嬷的位 再來 敢无人 咱们咱咱看过 再来 希望后世人 我们还能来让你听 嘴里英文的孙子 又叫你一声阿嬷 哇 真的是很感对 而且艺人是对的 蛤 真的啊 我想说我老婆叫我不要唱歌 你也不要太认真 我们说一下 哈哈哈 我们老是个好消防器 哈哈哈 对了 OK 阿嬷 台湾的阿嬷 要从这个新闻讲起 为什么呢 有台湾的阿嬷 这是你最感觉 真的 台湾的阿嬷用筍子 背后它的名牌LV 经典包 到市场去买鱼 并且把三百亿装进LV包包 这变成一个新闻 意外登上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 也就是BBC的新闻 我说阿嬷就是狂 我说实在 阿嬷真的就是狂 而且阿嬷重点是 他当他看到 第一个他买这个叫做Never 4 永远装不满 他第一次演绎了LV这个包包的定义 阿嬷带来带不满 这是他的英文名 看一个这个新闻 我们看到说阿狂 他像阿嬷LV被拿去装拭目鱼 不会漏水 其实我觉得重点还是这个英文 这是BBC BBC在全世界就像CNN 台湾Gram carried fish in 九百英镑的LV的包包 手里包 重点是你带我们台湾出这口气 消费来另外一句 台湾Gram 台湾Gram 就是矿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说 我们台湾阿嬷的矿 是你说他朴实无法 对 对不对 他不知道这个是LV 他根本说那是要拿银子 对不对 朴实无法 就是阿嬷的丹顺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很多阿嬷 他不是很在乎说 这个名牌包到底是多少钱 还是多贵 他反而会是说这谁送我 对 就说这孙子送我 对 然后不然就是跟邻居去宣扎 这我们儿童送我 对 反而会那种很骄傲的那种神情 会觉得说 这是属于这个我家人对我这样一个心意 对啊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问难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牌的 年轻人就跟他说那种 LV 阿嬷不知道多少 就跟他说买九瓶子而已 他说九瓶 可是我觉得阿嬷的 为什么你刚才讲说阿嬷除了那种天真 也是回归到最终 我常常觉得有些人花很多钱去买包 可是就是不甘你知道吗 有时候就是那个包包啊 好像宝贝一样这里不能放 那也不能放又怕脏 对 然后我常常讲人家不是说要异物 而不要异于物嘛 你买个东西来给他折腾 阿嬷完全不会 这我孙子给我 我就要马上拿出来 要用要用 要用 他家一定要电 这是我孙子送的 然后电视就说 阿嬷你这膏 你孙子送的 这很贵你知道吗 你拿着手也拿去 这个阿嬷就是朴实无法 有钱人说 没有啦 我就拿LVE就拿去折腿 菜池要买东西啦 对吧 有钱人说这个不贵 在我插个话 这就是LVE包包 他买的就是这款的一款 他买的是另外一款 另外一款 他这个就是我冬契是很重的 我是这款 他的比较大比较轻 喔 不好意思 这不是朴实无法 你去看我和我同样 这不是朴实无法 BBC今天要纠正 朴实无法好像比较大一点 有意思啦 感觉像像蝴蝴喔 对 像蝴蝴 对 你做减肥 我去阿兵宜总统 那时候他当就職嘛 第一次当当董川总统 辩妈我一次过年去跟他开工 他说 好 明佑你知道吗 我们乘家就職的 就是我们媳妇拿一个牌子 小小的牌子而已 说要万几块啦 哎呦 我多不敢多牌子 去用垃圾你知道吗 你知道辩妈你知道 他关田那些人 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多姿势 他说我在菜市里买一个牌子 我想说我早期两三百块就有了 我媳妇说阿兵不买 要坐着要去那里上 不然你也用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这样而已 好 万几块啦 万几块啦 所以你看这个阿嬷都 全家阿嬷多姿势 包括扁妈妈也很姿势 全家阿嬷你喔 阿嬷如果搗这牌子 去菜市里买东西 你就告诉我们这个牌子 什么是甲姿势 什么是甲姿势 甲姿势就是以前装荣药什么 有一个白白的那种 或彩色的那种 甲姿势就是乞典 它用乳尾编的 对 我们说甲姿势有时候 孩子还要吃了 那我们给乞丐一些钱 它就一个小小的甲姿势 放在婴儿的身上 这个就一直长大都平平安安 不会生病了 甲姿势我们其实是很粗小的东西 其实是粗咖下去 但是它很粗用的甲姿 你没听过吗 没有听过 现在复古商店有啊 现在复古商店 可能是比较中南部的那个 有啦 伯母说甲姿势啦 甲姿势 甲姿势 你没听过吗 没听过 一回都是背甲姿势最小的 是啊 是啦 我跟你说 如果甲姿势都会听过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年轻 好啦 这样给你占便宜啦 好 所以说到台湾的阿嬷 阿嬷一大半 阿嬷一大半 我跟阿嬷住很 就是我们家比较特别 白天住阿嬷家 晚上回自己家 好 阿嬷一大半 所以呢 我们待会来说台湾的阿嬷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可是很像我去我耍天阿嬷他家 他就什么东西都想塞给你带回家 你很想要 我网友一直说 好 明佑啊他在他小时候五岁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 对 所以和阿嬷的感情有够好 对吗 对 你印象中的阿嬷是什么就像那样 我阿嬷是没什么手要用 很严肅的 但是他做事就有温度的 所以我刚才说我刚才说我刚才说 我刚才想要睡之前我想到我阿嬷 我刚才会品到我阿嬷的味 想到我阿嬷的手有吗 冰冰 他这边这里热热 他的肌肉这里热热的我倒在那里给他泡的 好 对 冰天的时候他又会把我脚夹 怕我脚去干掉 这样啊 不然他把我咬的 我英文都会记得那些场景 那也印象中我的阿嬷就是这样 只烦恼我就会烦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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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做扇子 他就把它夹起来 他就給我一風一風 我英文會記得 睡在層樓的那種冰層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睡過 那冰層 對 睡在冰層 睡在冰層 他只煩惱我 夢大就拿起來了 我英文會記得我阿嬤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阿嬤 除了我小孩 因為爸爸媽媽離婚 阿嬤就把我帶在身邊 所以親戚朋友就說 這跟你的媽媽一樣 這跟我說 小孩 小孩 人家說媽媽媽 所以我今年回去掃墓 很特別 我們現在說我們三八二八 也接到大公子跟我說 欸 立馬 我們阿嬤是最少女 我經常聽到沒有阿嬤 阿嬤 阿嬤 就是媽媽 我們現在沒有說媽媽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爸爸都叫阿嬤 阿嬤 台灣人有人叫爸爸也叫阿嬤 喔 你不知道喔 就沒有叫阿嬤 有的人又叫什麼 叫我阿嬤說 阿嬤啊 阿嬤啊 那個音 所以我爸爸因為說阿嬤啊 他說 你看你阿嬤只保閉你 你把我開玩笑 所以你要特別對台北 都要趕回來 每年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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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所以阿嬤給我的印象是這樣 尤其阿嬤有孫嘛 孫兒子也有多 女兒子也有多 所以來孫兒子也有多 所以他對我的聽說 我感覺說 有的人會感覺說我很醜 就很醜 但是阿嬤是我的一生中 他也是我的人生導師 他常常跟我說一句話 你說 你賣 我的小名叫你賣 你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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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沒有 阿嬤是不容易 這是我阿嬤在告訴我 對 他因為我阿嬤算了 我們阿公都帶著幾天 我阿公才算一天 所以他做時間比較黏 所以他回去人家 會不會 頭上衣子 後面六婆 會不會 之後就會就會 房子 人家就問說 妳媳婦女兒怎麼辦 我們阿嬤有一個好處 他將來不要去說我們媳婦 我們女兒 或是我們好心 他將來不要去說什麼 有一天我們爸爸買一台 母母我不知道 母母的車 母母的車 以前一台 現在可能要百多萬 以前一台都差不多八十幾萬 很貴的車 開回去鑽車 你們家發電了不錯 我們媽媽說 沒有啦沒有啦 那有什麼好啊 還什麼 一直跟我們爸爸媽媽要離婚的時候 人家會問說 妳兒子最近怎麼樣 她將來不要去罵我媽媽 這是我印象中 我阿嬤將來不要跟我說 你媽媽就是怎麼樣 這麼兇 她將來不要去說這種話 那都是跟我說 就是媽媽跟老公離婚了 你的媽媽跟爸爸離婚了 對 通常我們台灣有一種長輩 就是會去說你媽媽的牌子 對… 把所有的責任 會離婚的過錯全部推給媽媽媽 但是媽媽不曾講過她一句壞話 對 所以我們阿嬤都不要說過 他好像知道說 我的印象中就是要離婚進行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子嬤要離婚 大小的事情都看不出來 所以一定會合約 也難說的話 對 那講到傷對方嘛 我阿嬤都… 很大聲嗎 很大聲 平平平平平平平 是沒收拔的 都是剩東西的做什麼 我家家是從天廳 老房是同情 所以剩工具、做什麼 空氣不會送就剩 我阿嬤都會對老房廚房 手把我拉牌 因為他吃手出一盒 所以是回家的 所以豆腐給我們坑的 吃手稍微給我們美寒的 跑去樓上 房間磨起來 怕我們痛苦 就對面臨到湯裡 拿一些吸收回來說 你別烤了 這給你們吃 這給你們吃 阿嬤就這樣給我安打 如果真的完之後 幾天差不多兩三天 是時候對孩子的影響很大 快點 我們兩個坑就要回民間 我們住在餐廳 住在餐廳 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阿嬤對我的痛苦是這樣 他知道我們南島一種歷道分過是透明的 我不知道 可能我們北部有沒有 透明的歷道分過 我沒有想了解 你後面來會去找 我會去找 不好意思 因為對我們島 別吃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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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道分過 你敢別吃過 有啦 別吃過 因為對我們島坐到民間是一班車 但是每一次單車就是 對我們島等 對那個工夫大等就是四十分鐘的車 所以我們阿嬤就帶我們去單車 因為要盡量避免 看我們爸爸媽媽王家就帶我們去單車 當去跟菜池 菜池還有一班 他就說 我知道我們這裡的孫要吃烤道分過 他就特別 下車 本來是一班車到鎮腳 下車去幫我們買烤道分過 其實一班在我們那裡的英雄中很寫 二十塊 二十塊有六塊 他拿起來 他就帶我們去車頭 還等了一點鐘的車 這還把我們喊的 結果回到鎮腳 所以 這有應該很聽信 這樣很聽信 因為他就要下車 然後買了一下 他要等很久 你知道嗎 對對對 所以回到鎮腳 另外就是說 它有什麼東西 以前我們知道白底油 油的底皮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油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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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知道了 油泡 泡鹽 泡鹽 它很香 我們阿嬤知道我愛吃 因為我們家有工人 我插個話好不好 其實油泡 油泡最好吃的在哪裡你知道嗎 就是在皮根那個中間嗎 我不覺得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 如果有一點點瘦肉 可是那裡會很硬耶 很硬但是很香很香 對 最好吃的其實是那裡 對 我們善家人是愛吃的 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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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嬤就用那個花布 也是花布 放在我們道 他們我們道是新的你知道嗎 新的 總共有衣櫃很大 搶一個土地 等我下課回來 他就把他拿給我 你知道他以前要搶走 因為我們道有工人 工人會做個吃飯 有些人手拿著 不去吃 因為那個比較沒辦法 要知道我愛搶換小孩 搶走 這我阿嬤都做到這樣 在那裡 要上課進去 都有人 以前有三輪車 搶了 你搶碗粿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搶碗粿 搶碗粿 搶碗粽 婚姨 來到我家門口 我阿嬤都五點碗 搖起來 去門口 我家頭上去大馬路 他就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等那碗粿來 買甜的碗粿 跟鹹的碗粿 還要特別交代說 我們孫子要吃的菜寶米比較多 你菜寶米就把我打擱 我阿嬤再少把我們搶便便 我阿嬤對我們的疼痛就是這樣 尤其我印象很親 就是我們 那個火龍果 我不知道你怎麼講 火龍果 這是近這幾年才有火龍果 以前沒有人種過 以前沒有 所以我們那時候拿著套 我們南道一集開始蒸 我們這個萬鳥要在找他 他做保險的 所以他是專官在找 所以他就炸火龍果來 我阿嬤吃一口說 哇 這很甜的 很甜的 那時候稍微酸味酸味 他也一樣 剩餘的麵湯 我還記得我阿嬤有花的麵湯 都什麼富貴吉祥的那種 不然就完英的 跟彈魚很像中 真的 他們以前那個麵湯跟彈魚 都是有花的 然後鐵的 對 不是喔 應該是鐵的喔 鐵的 外面有那個 鐵的 外面有那個 阿嬤一直彈的 上釉啦 對 上釉 對 然後都是 絕對都是一粗的 有色的麵湯還有彈魚 還有流燙花 你真的是住相像 有鴛鴦嗎 有鴛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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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會唱你 唱你當我們回來 我剛才吃到 火龍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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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吃到 還有一家我們 日水有的鴛鴦 水利 水利啊 發電圈的鴛鴦 你知道嗎 他拿一機來 我阿嬤湯 你湯湯湯 才說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太甜 對 他都會用那個豬肉 假裝 唱在零洞口 不是蘋 아니에요 我家 罵我爸爸媽媽 牠警 struct 你很甜 你那餐 一態都就糟 tenho 這さん很肚 你知道嗎 吃雲花 就太多 我在阿嬤拿出來 跳開 來你一嘴 我一嘴 場景在一起 旁邊就是那個 拉魚油 進去 coal 有個角色 很大塊 然後插 這就開始 說疼痛 率疼痛 為功療疼痛 我們阿嬤都聽這樣 一方面還沒聽 單三五年 到我那裡吃冰吃冰 我原來已經那種 午後放學 黃昏的時候 阿嬤這樣子為你吃冰的那種場景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 所以阿嬤對我們聽的時候 有時候是行動上 因為我阿嬤不喜歡言語 我阿嬤很癢的 她很癢的 她常常跟我說一些人生的故事 所以阿嬤給我的那種 她是我的依戀你知道嗎 所以一直到我 我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我阿嬤帶大 我妹妹也是 因為我們要讀書的時候要保持 保持最困難的是什麼 我阿嬤在那裡湯就變得越來越嚴重 因為那天真的頭吃太多 不是那個豆湯 粉魚湯 那種的真的不能吃 她會吃太多 真的越來越嚴重 厚化去開頭後 腳去開頭 那行動就不方便 有一天我爸爸要加班 我去送那個新算課 我跟我妹妹 三十二米囉你知道嗎 我媽媽因為車好過 她不敢過路 她真的沒辦法 等到晚上七點沒了 我去天都暗了 我媽媽煩惱說兩個小孩而已 要怎麼去過車路 三十二米囉很快 那時候紅綠燈都沒有 好像有閃黃燈 她的拖把 因為她坐倫意嘛 拖把旁邊就走起來 要打開 我們知道什麼 木頭的拖把 土的背起來 把我兩個坑在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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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下腳 起到補習班的時候 它會是私人家教 好 起到補習班我們等你再看 好好 好 所以你有沒有有過新算 有 哇厲害 那三十二乘三十二分 我就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OK 九就沒用了 沒用了 給我們台灣是九九乘法 1024 哦 這麼厲害 哎唷 原來 好厲害 他去學新算 原來得到的功力是 對不對 因為坐太近了 就爽過去 隔身打牛 對 你知道印度的承法是什麼嗎 九十九乘九十九 對 他們背到九十九乘九 印度 印度 九十九乘九十九 來 我們休息 敬王哥 他們是背到 乘以九十九 這樣嗎 好可憐 好可怕吧 23乘以 你記得幾乎一萬 23乘以78 他們在這樣飛的 明祐的阿嬤 嗯 已經沒有疼的阿嬤 嗯 沒疼的 不過阿嬤這個阿嬤 真的不簡單 因為他說一句話 我是聽明祐你說 他說 阿嬤一直說 說這兩個孩子沒人笑 嗯 所以他叫起來笑 嗯 這不簡單 喔 那所以 吃醜的人 不要吃醜 為什麼 你的孩子就有人笑 對 白母會笑 他就沒有白母會笑 喔 所以他說 阿嬤隨時都想到你 嗯 喔 所以冬天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你睡阿嬤一定把你抱著 這麼可愛的孩子 姊姊 姊姊 這麼可愛的姊姊 怎麼會沒人笑 然後抱著他流眼淚 哎唷 你就知道那種阿嬤的感情的流露 難怪現在這麼感受這麼深 深深 所以你去那邊掃房 在那裡也知道嗎 我現在喔 我阿嬤放棠 嗯 因為我們妹妹心疼 我們阿嬤的時候 他就是 靠 那一刻也是靠到老師說 你帶著 所以到目前為止 去保持那邊 去那邊 他也說沒有你帶著 他 女孩子靠到這樣 那是感受到阿嬤的勇敢跟偉大 其實後來 後來是 我妹妹在講 其實他不是愛哭啦 其實感到說 阿嬤已經這樣行動不方便了 為什麼還要這麼辛苦把我們帶過來 那小孩子不會表達 對 那我們 因為沒有媽媽在身邊 所以妹妹就很依賴阿嬤 所以那時候就才狂哭 也不是無理取鬧說 我阿嬤要再對 我不會保持 不是這種 所以老師後來 知道我們這個狀況的時候 老師後來因為買房子 在我們家後面 市長幫我們找去家裡照顧幹嘛 幫我阿嬤接手 嗯 所以阿嬤一直 一直到他過世 其實我永遠記得到過世前 我剛好要學校國中 我會去 我阿嬤在台中的便宜住很久了 好像住四五五歲那種狂的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思 一種彌留的狀態 我爸爸他們兄弟都輪到他照顧 因為在這裡鎮政 其實大家都希望說你來輪口吃 輪口吃聽說 老大住了頭昏 老二住了名字七 老三可能住了保利 你就來我們這裡住一個禮拜 我們這裡有媳婦還在照顧 但我阿嬤不 我阿嬤不感恩這兩個 這兩個他去那裡這兩個沒人過 他也沒人過 其實大家的媳婦都很日常說 要帶過來啊 帶過來啊 其實阿嬤就不感恩 不感恩都要問 這兩個孩子沒人笑 沒人疼 所以他的病情我感覺真的惡化 糖尿病變成惡化 因為沒有人管制 沒有人帶親說要吃藥或做什麼 爸爸做生理也沒用 所以請一個康復你給他照顧 但是康復你就知道不是 處理的人就是比較沒用心 所以不然要病情惡化 去住某人 那時候也沒人送去療養院 住某位 實在是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送去台中住病院就很久了 我阿嬤中他要過身進行 留在暑假頭兩星 其實都沒意識了 我爸爸在那邊看他 以前 今晚都一樣 家務病房12歲以下不能進入 要生國中的時候要滿12歲 一會兒跟他親戚 他說 叫你不要一把 叫你不要一把給我看 我爸爸快點了 他知道這就是人家說回春嘛 我爸爸總是送去外面 你快點了 你看我男嬤 說這樣 說慘到的 沒什麼說話 說你不要了 我要這樣了 爸爸說 我要這樣了 我就趴在他身上 你去找我怎麼辦 我沒有人 以前沒有人跟我們照顧 你怎麼辦 我媽媽說 他要這樣了 那時候沒開來 眼睛又撞一撞了 這件的長期後 我是覺得說他因為這樣硬撐 其實不然他早就可以走了 因為那個回春 人家回春說兩三天前 他要撐一個禮拜多 要人家 我會去文心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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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爸爸說你媽媽應該是要差不多了 我爸爸兄弟 從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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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台中 要把它帶回來 我才知道 我們家外面的車路 那天晚上 因為我還要去玩 要玩過種 我苦在路邊 三十二米路邊 高妹妹 暗暗的 我英文的暗暗 因為我們要領航店 就兩...那個什麼 七樓 睡了 坐我阿嬤 以前在坐的酒頭 一直哭 一直哭 哭了三四年間 救護車 從台中回來 要撞一 不可以去房子 他本來要送回家 因為他算二磅 不可以回家大廳 然後上來我們家的 那個七樓的腳 我印象中 人就開始來我們家布置 布置林桃 怕醉醜的 對 我媽放去車庫 就是說 碗素衣嘛 碗素衣 其實碗素衣之前不是要 有一種幫圖 碗素衣 高壓癢 然後 我那時候的印象就是 這個拿下來就真的 離開我跟妹妹了 我們要怎麼辦 我還沒... 我那時候還沒辦法 跟我爸爸好好相處 因為沒有真正的去相處過 只有跟阿嬤 我就趴在他身上 就把那個... 比較大塊嘛 所以衣物人員就要推開 怕你 我問我 你把我的面子 他們就把我親...親眼好友 我們咕咕 把你拉開 拉開 咕咕咕就把他拉開了 對 一直哭一直哭 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們那時候才接受阿嬤過世的事實 所以對我們來說那是另外一個階段的挑戰 可是阿嬤在我們心中那種堅韌 因為我們人家只要日本禮 他要去那裡 其實都很艱苦 因為他受日本禮 所以他只要說日本禮 他要去那裡 其實都很艱苦 但你也是把我們寒的 刷的 但是不管帶我們去刷 帶我們去掛香 去油浪 他總是把最好的東西拉給我 他其實要吃甜的土豆湯 他去油浪的時候 你也會這樣說 不然買一塊給我們孫子吃 他就是這樣阿嬤 所以... 然後他跟你講他要這樣 對 他就跟我比這樣 哇 那時候我就趴在他身上哭 那時候... 在加護病房真的... 我看到那一幕之後 我心裡真的很怕他離開 所以你阿嬤在生涯的時候 你對他做過最孝順的事是什麼 其實我腳上有一個傷痕 傷痕就是 以前我們頂邊都是頂替耍 都會頂替耍 有一種的頂替耍 我都會磅給阿嬤喝 因為我阿嬤頂替耍都不方便 都睡在民臣門店 我習慣的是 每天要磅三次給他喝 溫開水 那時候我去帶我阿嬤去拜拜 我很急要磅在耍 因為肚子上去就... 脫下 腳差 頂替耍 然後滷到那個... 就看得到脂肪在骨頭 那時候那時候我有比較膩一點 不然這時候就對了 我阿嬤在旁邊已經... 我是... 那個孝順的意思是 我想要幫他給他配我 但是想要這樣 我阿嬤很自責 我印象要我最親就是阿嬤要過身進政 我現在都覺得那是髒的事情 去殘尾花園公路 對 我阿嬤中的阿嬤都說 我阿嬤 手好像沒辦法離開 你知道嗎 都在坑 對 我跟阿嬤說 阿嬤阿嬤 我同學說笑話沒媽媽 阿嬤說沒關係 我... 有阿嬤 有阿嬤啊 因為我以前是那時候是金蕉 他就帶來那一家 他說阿嬤 我們好像... 我們說母子 我們好像媽子 我們是我兒子 我們是媽兒兒子 對 阿嬤的兒子 我阿嬤是很開心的 我四家的阿嬤回來了 說你不會說我... 他好像... 他好像我的好心 所以... 所以到現在他們才會說 哎唷 你不會想說 他愛的那個... 那種兒子 那種兒子 阿嬤的味道 那種兒子 其實... 其實我講的就是 說我超過什麼... 老人家 老人家 我們說老人家 但是我覺得那個又混雜的檀香 那你會咬他的那個味嗎 我很咬他的 我很咬他的 那有一種超浮味 超浮味 但是又混雜的檀香那種味 你再等一下 我忘記一名了 我就這樣 OK 好 講到阿嬤 你問我都哭了 哎 人要走了 他會自己講說我要這樣 奇怪 怎麼會知道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請 謝謝 嗯 有一些鬼包蛋糕 其實他們都一直到這裡 有些長輩他真的自己會感應 對啊 只要可能 剛剛好 蘇青是醫藥記者 為什麼他的阿嬤自己知道要這樣呢 這很輕... 他少不講 晚不講 他就是真的要走得走 這很奇特的現象 其實很多他們做那種臨終 破冰死的時候 他們都發現說 很多人他好像都會意識到自己時日不多 所以他們會有那種感覺知道說 我好像差不多了 我覺得像他這個還... 至少說他已經... 已經迷流狀態 然後稍微一口氣起來 他知道自己不行了 可是像我爺爺的狀況很特別 我爺爺是怎樣 他是在... 他要過時的那一年 大概開始前半年 他就一直說 我要死了你都不知道 他明明就好好的 就沒有什麼太嚴重的疾病 也沒有去看病 也沒有住院 然後我們一開始都覺得他是災難 因為我爺爺跟我阿嬤不一樣 我阿嬤是那種 明明痛到很嚴重 他都會臨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阿嬤是這樣 他其實可能病到很嚴重 他就忍 男生不一樣 男生比較瘦皮 所以有時候一點點事情 我這樣怎樣 我怎樣 所以我們一直以為說 他在災難又在什麼 他都不知道 我在那裡 然後所以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因為他也都行走自如 沒有疼痛幹嘛 結果有一天早上去敲他房門 怎麼沒有人來開門 結果一開門 打開他已經過去了 他心肌梗塞 就是睡眠中過去 奇怪啊 對 可是想說他沒有任何徵兆 可是他自己卻知道 這其實很有福報 對 他非常有福報 像我阿嬤 我有什麼說 台灣阿嬤真的超強 他們真的很忍忍痛 我阿嬤最神奇的你知道嗎 他有一顆膽結石 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 跟他在基隆腸根 是現在那個換肝明衣 陳兆龍幫他開的 開出來大家很難想像 膽結石那麼大他能忍 他出來的膽結石 醫生拿給我們看 這麼大顆的膽結石 這算很大顆 很大 就是說他要 一般細細的殺一群 對不對 或幾顆 他是那麼大顆 然後他們好像說 你多能忍 那要多痛 你能忍到現在 所以你看台灣阿嬤真的是那種 忍啦 然後什麼東西都會忍 有什麼油我都忍你知道嗎 因為膽很大 我都忍到 其實他都忍到慘了 他聽說我去看旁邊 他都要開錢 所以他都會不敢那種 小便 就覺得這痛 油膽買的錢痛就好了 所以都不敢 我記得我的阿嬤來的時候 我最愛是不是暖做過 對 暖你聽到嗎 對 那種反正就隨時跟著 然後滾在一起 對 對 阿嬤的味道 而且你說你阿嬤 熱熱對不對 我阿嬤剛好相伴 我阿嬤因為她 她說阿嬤手冷靜 手冷靜 然後再加熱熱 我的阿嬤 因為她很胖很胖很胖 所以她那個手背綁 不是後來到肉都會很鬆嗎 蝴蝶袖 我最喜歡就是害她的那個袖子 因為 感覺很臭味很可愛 所以我閒著沒事在旁邊 一點害 因為涼涼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你那個 膳子 對 脂肪很大的時候 在夏天啊 不是膳子 摸起來那個脂肪會涼涼 沒有冰的 你就覺得很軟軟 然後冰冰 很可愛 然後因為她 你應該是屬於不孝子孫嘛 對 我也是屬於娛樂他們那一款 所以你說你那個是超過生命的 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們可能常常這裡痛什麼都在忍 所以老師聞到是像那種白花油啊 對 或者是像綠油菌那種那種味道 因為它經常聽到 萬金油啊 萬金油 就是經常這麼痠這麼痛 都沒有在看病 所以都經常看 所以就覺得是涼涼的 搭配這種萬金油 更多的阿嬤是花油 花油 他們最喜歡用那種的 對 我已經洗你的臉 我才這樣 但是以前有一種阿嬤是大家 她說 晚上來睡覺 被點名的那個就醜眉苦臉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阿嬤的白腳 每次把裹腳布卸下來 真的臭不可聞 大家這樣躲門兒童 真的是 我阿嬤的殘腳 這以前比較好人的 沒有 我其實是鄉下人種田的 我阿嬤是殘腳的 對對對 那你有聞過嗎 我講 因為是外婆 外婆 我的臉媽 臉媽我出事不太久 她就走 但是我聽我臉媽說 很疼孫 我是沒有印象 我聽大人說的 以前我阿嬤到老年的孫 她就忙 看不清楚 就是看不見了 看不見了以後她疼孫 因為那天氣已經變了 所以她一定要知道 孫子要打一件事 才不會讓她感到 但是她要叫孫子來 孫子怎麼要來 對啊 她都要給她一個 她一個 來 阿嬤這裡有湯來 走了 開完這裡有湯就穿白衣 也是不孝子孫 你也是屬於不孝子孫來的 還是我 大家都知道 就是 讓阿嬤感覺她疼孫子的幸福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優惠 對啦 哈哈哈哈 就走她 手槍的 給妳看 來來來 看妳有穿衣服 妳穿頂子 哈 妳水準 有準 對啊 沒有穿衣服 沒有穿衣服 她叫我感到 沒湯了 待會兒再叫她穿到 練膜師哥 套到媽媽套爪在那邊走 這阿嬤都不小心阿嬤了 所以 阿嬤的愛是用這樣表現的 會 她看不到你啊 她怎麼叫你來 知道又騙了啊 阿嬤你也拜 阿嬤你也可以 可以給我看 有穿衣服嗎 你祭祖沒肉一粒湯啊 對啊 尊貌你尊貌也補充 對啊 來 有字也是阿嬤 算一半啦 因為我們以前是做行李的 我不像名誼那種都充滿了很多思念跟感傷 我印象中我阿嬤我都很快樂 我跟她相處都好快樂 他說阿嬤是同養師 我們阿嬤同養師 他就 我們阿嬤以前就是 他通常是一般都會是家的聲音比較多 阿嬤 阿嬤就是要請 拜託說 你們樓家幫我們親一下 我們阿嬤很漂亮 聽說他年輕的時候很漂亮 所以他來問到的時候 我們爸爸 阿姊 沒有 阿公 阿公 傑公那些 大家都爭相要對他嗜好 聽說很漂亮 我們阿嬤真的很漂亮 結果讓我們阿公帶到 這樣 所以我們阿嬤沒有那種 同樣是人家說不是都會有很悲情 有 自小人做得很大 很可能 我阿嬤沒有 阿嬤是被人家照顧長大的 所以他的心很看 所以他後來 歡厚 對 我也沒有媽媽 因為我是小時候才看到阿嬤 但是我媽媽會跟他比較久 也婆媳 他說沒有看過這麼好的 大雞算大雞 這四人 我媽在嫁到我家裡面 沒有被我婆婆 跟阿嬤罵過一句話 連大聲小聲也沒有 所以我印象說 阿嬤跟我都很快樂 因為 為什麼說 因為我爸爸以前 問到你宿船樓去報店 宿船樓 你不知道要怎麼幫救宿船樓 以前就加股店跟報店 知道 我以前是 家裡高工畢業以後 我都會送回 沒有送回到那裡 對 幫救 拖廠 土城中央路 船樓四川路 我的印象中 我進去阿嬤家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每天回去阿嬤家 所以我現在聽人家講什麼 回阿嬤家 回外婆家 對我來講是我天天要去 但是我覺得 好幸福喔 我覺得回到家 看來爸爸媽媽在忙 不如看來阿嬤 你知道阿嬤是全心全意 對 你回到家裡 不然你去看那邊 你自己吃 你都自己 那幾個月你去阿嬤家 不是自己 阿嬤都幫你包一包好 那整個 就好像去 那邊說什麼 綠豆什麼 在打火鍋 在打火鍋 有啦什麼都沒有 一敗敗的那個什麼 紅色的那個什麼 有你也拿來我吃看看 紅烤鍋啦 然後綠色 洪宜哥你今天到底要討多少 我都不要討厭 我一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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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阿嬤都真的什麼都有 你不用擔心 去邀請去都不用擔心 而且我一向都覺得阿嬤就是 所以我剛剛看到那個番茄 跟洪宜哥提醒我 阿嬤的心就是真的是這樣 很傳神 就是什麼東西都約給你 像我阿嬤都是約的都是錢 有沒有 阿嬤你都要錢 而且喔 你有感覺沒有 爸爸媽媽以前給你的 零用錢都50塊 對 阿嬤都給很多 阿嬤不是 你的筋子有沒有 我皮包 是筋子怎麼撞開 一個一個這樣撞開 啊這些都給你啦 一算三四百塊 阿嬤都這樣 阿嬤是全部 他有的全部給你 他不會去留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阿嬤這種動物很奇怪 阿嬤這種動物 他就不會去勤 看你全部都押押給你 所以那個我覺得很傳神 真的很傳神 對 他所有 而且你騙他他也是裝傻 對 像我以前小時候 你怎麼騙他 你有偷過阿嬤錢嗎 我是另外一種偷 我以前就很聰明 因為我阿公 以前我們零用錢是 阿公會有一個假 以前不只打假上嗎 假下 其實我現在沒有人知道 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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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下 假下 我阿公都有分門別類 你知道嗎 假上上多少錢 假上多少錢 假下多少錢 連餘又有 餘又有錢 我跟你說 我阿公多塊 連餅餅才沒有錢 餅餅我阿公會說 你再後一回 再後一回 後面 後來我阿公連那個 因為後來這樣子不太多 我們都會跟他 遊戲規則 所以連打勾也要算錢 打勾 我跟阿公騙說 阿公 打勾表示老師說你很好 所以這也要錢 一個勾一勾 後來我阿公過身了 那我就 這個東西變成很 要交接給阿嬤 真的是交給阿嬤 是阿嬤自己來找交接 因為我自己也 因為我小時候不懂得生離死別 因為阿嬤那時候住 住我們家三樓 我就是上去看阿嬤 他會跟阿嬤講說 阿嬤阿公都有貴心啊 以前阿公都會給我們零用錢 我覺得我不應該去提這個 說實在 比我更難過的是他 老來伴不見了 但是我不懂 那時候就慘了 但是阿嬤那時候 真的就會 阿嬤來 阿公的事情阿嬤來做 來來來你拿婆子來 我就一樣拿布子給他 然後他就開始算一樣嘛 他說阿公阿公怎麼跟你算 好 這比小人到底要來算 我們又見面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為什麼我想的都是快樂的 那你還好快 你想的都是錢 都是錢 想到錢就快樂 我都沒有不愉快樂的這個 我現在最開心的事情就是那天 我們如果做不到事情都在搶著 對 父母都英俐就知道 對 對 因為有到有拍過 但是那時候阿嬤有來 對 阿嬤是 開玩笑 對地獄到天堂 那是一面大牆擋在爸爸那邊前 對不對 你打看看 你打你兒子 我才會叫你媽來 不 我阿嬤是不會 我阿嬤是都把我撞掉的 哎唷 別說啦 別說啦 就覺得阿嬤好棒 我阿嬤也 我講到一個我也是在想 我爸爸也講蠻常打的 我第一時間已經打電話給阿嬤 我永遠記得阿嬤那句話 他真的動作都一模一樣 全世界阿嬤都一樣 他就會跟我爸講說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所以我一下聽到這種話 我就很快樂你知道嗎 只要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這一句話我家庭就平和了 整個都快樂 那時候阿嬤不是接了我阿公的賞罰 打勾一塊錢 打勾一塊錢 打勾 阿嬤就問說 以前阿公怎麼玩的 怎麼玩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記得 以前吃的差不多是15塊 我都自己貼5塊去 賈上的是20塊 賈上的是20塊 其實都減5塊 阿嬤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是那時候我都會這樣 然後阿嬤說一個勾 一個勾多少 那時候我就拍一塊 我說一塊 然後後來算算算 我告訴我阿嬤剛剛很笨笨的 我覺得阿嬤好笨喔 很好騙 很好騙 我後來乾脆我回來之前 自己都會那個勾 自己在拿紅筆自己多勾兩個 我一邊穿在天氣開始勾 我說阿嬤怎麼看不出來 那色水也不一樣 有的粗的有的油的 以前不是打 我們的勾和老師也不一樣 老師也會很主演 有的老師在勾心 我們都還要這樣撩起來 因為我們心虛 都會遁一下 十幾歲的小孩的勾 哪有可能這樣 一定是這樣 我阿嬤大家看到這一段 這個勾怎麼會勾 有啦有啦一勾 一勾 他也照算下去這樣 阿嬤給我這樣騙 喔 這樣資產騙不下去 但是你覺得阿嬤知道嗎 阿嬤怎麼也不知道 他不想拆穿你 你看錄就好了 因為他看到我每次拿那個錢的時候 那個鬼靈精怪 你看你不要想自己 你看我們自己 你看你現在的孫子好了 你看你現在的子子子女 他們在騙你你知不知道 知道 你看阿嬤那種動物 不孝子孫一 不孝子孫一 我呢 你看我數學很好 所以其實是因為我是從小 我哪有辦法給他訓練 結果當時你都會幫忙補典 我很小 我當時小學我就會幫忙補典 你怎麼做什麼 就是我們家不是上 就是有廟嗎 就是宮廟 然後下面不是就是有 給他賣金床賣什麼 然後還有煎雜貨店 所以有時候就是賣金床 有時候就是賣雜貨 賣煙什麼幹嘛 所以我很小就很會算錢 然後每次我們就是要幹嘛 比如說那香賴 是不是都是幾百這麼大百 然後就是讓他分分 一袋就15個 所以我從小就超會 所以我很小很小 然後我就能擔任櫃檯的工作 擔任櫃檯工作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就是櫃檯 都是錢啦 你知道嗎 因為我的手機 小孩子看到那錢 是太簡單的來的都是 100塊是不是 50塊是不是 40塊算 10塊就這樣 我們就一樣嘛 你挑兩聲就對了 我也自己抽成 有那天的營業狀況 決定要抽幾層 但是小孩子真的很笨 就是大人一定知道你在幹嘛 可是你偷了錢你要幹嘛呢 小孩子偷錢也沒有地方去用啊 因為你要做 因為氣水 家裡有 我們家就有汽水 對 就有汽水 就有什麼 我偷這錢要幹嘛呢 好像不能 那個時候也還沒有 很像 就小學而已 然後這時候拿著錢 然後這錢想說 沒辦法做什麼 那個時候是什麼 然後那時候要去買那個玩具 買那個人家家酒 整組可以小鍋子啊 小鏟子啊 笨蛋是說賊張還不知道要銷毀 就買了一整套的那個家家酒回來 就找所有附近的小孩都在那邊開始 我要炒菜給你們吃幹嘛 然後就說 你怎麼有這個 我買的啊 抽什麼 你哪有錢 阿嬤的 阿嬤是阿嬤的 對啊 你阿嬤跟阿嬤現在提電 應該是說 有幾間 然後說阿嬤的 然後他就在問 阿嬤給你的 我拿 我被打得好慘 阿嬤就說不要緊啦 因為他一定是知道 但是媽媽不知道 阿嬤知道 但是你用很白癡的行為 就是他兩代不一樣 媽媽就覺得這很要命 你怎麼可以偷阿嬤錢 阿嬤想說我早就知道 這個就偷錢了 可是 可是他就被放對啦 他說不要緊啦 你跟他說就不用怕 他說真的不用怕 我被打得好慘 然後那一次 心明不出來保備 哈哈哈 心明說偷竊是不好的 阿嬤會被打得好嗎 我跟我阿嬤還有一個 守到現在的秘密 我不知道我爸爸怎麼知道 那時候 因為我家做生意嘛 看到這種玻璃 不是那種店的 就是桌子會墊這種玻璃在上面 對 現在都是軟墊嘛 但是以前都是玻璃 那有一輩子我爸跟媽媽去北港 掛香 金香 去朝天宮 結果我跟媽媽在家算 把你弄破了 不知道怎麼坐嘛 就這樣 啪啪啪啪啪 把它弄破了 我第一時間就是哭出來 我想說完蛋了 這死了 這回來 沒話說到 不知不知道 有這麼奇怪 我那時候第一時間就是哭 然後我妹妹 第一時間提醒我 哥 有一個人可以找 阿嬤 我說 對喔 找阿嬤喔 然後馬上打電話給我阿嬤 我在電話裡面就一直哭嘛 阿嬤我死了 我回來了 我們爸爸都說 怎麼啦 你說 你說不出來 爸爸很嚴 我們爸爸很嚴格 非常嚴格 一定打 一定打的 打到多兇 我們以前還是布店 布店不是一丟的 那是牛婆的一丟的那種 好像丟到他破一丟 明天有磕 好像一丟一丟 三丟一丟 我們以前我們爸爸 這樣把你摔摔摔摔 摔得都斷掉 類似的 因為我爸家教很嚴 因為我以前很皮 他不得不這樣做 但是對阿嬤來講 這是孫嘛 就跟明侯一樣 這就是補背 你怎麼可以 所以他會幫我們擋 但是他知道我一定很慘 所以他電話裡面 我就哭不停 一直哭一直哭 阿嬤說你就說事情 說什麼 快點 我說 阿嬤我就把布蕾撞破去 我說啊 這樣喔 沒關係 阿嬤過去 他離我家不遠嘛 因為每次經過都會 阿嬤就一個身體 然後帶著我最小的叔叔來 我阿嬤來 他一來就 阿嬤就說 阿嬤 跟你老爸講 不是 跟你老爸講 跟你老爸講 我已經死了 我阿嬤那時候跟我講說 沒關係 我們來處理 我們來處理 我阿嬤那時候就自己 以前沒有什麼Google 也沒有什麼電話簿這種 沒有那種手機都沒有 他就自己去翻電話簿 那麼厚的那種 然後去找那個修善類 對 那種字很小啊 我現在都已經有老花眼了 我在想不出來 我那時候阿嬤怎麼做到的 他在電話簿我翻那個修善類 然後那個玻璃 然後一個一個去找 這樣去找 那不是已經12點了 其實根本沒什麼人要找 他就一個要找一個卡電話 卡卡卡卡卡 卡到有人來 我在旁邊一直在哭 哭不停 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後來在講 其實你要再考慮大聲 阿嬤會越吹越快 但是我那時候就想 然後後來也把玻璃修好了 也都弄好 但是我心裡面只有一句話 這一定倒不過 這回來一定知道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不管是阿嬤背叛我 或是叔叔背叛我 或是玻璃背叛我 因為換過新的嘛 這老公你不知道 但是我阿嬤在跟我講說 他把我包過來 那時候覺得阿嬤好溫暖 他把我撲過來說 他還在抓喔 有辛苦還在抓 因為真的很怕爸爸打 把我撲過來 然後手給我看 有字 我那時候叫有信 我是改過名字 信封的信 你說阿信 我阿嬤以前叫我阿信 跟你一樣有小名 他把我手握住 那時候真的 明佑剛那些會讓我有點感覺就是 真的好溫暖的手 你突然之間你就安定了 我就插插插阿嬤說 沒關係 你相信我 我絕對不會說的 這個事情 因為你爸爸就不知道 我絕對阿嬤會幫你保護 這是我們兩個的秘密 你放心 我那時候整個才停下來不哭了 但是我一直在想 這個東西有可能保住一輩子嗎 對 所以那個時間就會一直過 一直過一直過一直過 對不對 這一天沒有被發現 我爸爸回來又看到沒什麼意見 奇怪 我爸爸沒來找我生小 還沒大聲 還沒 一直沒有 我來發現 真的等到我阿嬤過世那天 我爸爸還不曾知道這件事情 阿嬤走了 阿嬤走了 我才知道阿嬤這種人 真的說話算話到 他只要答應你的事情 他一定會做到 他是這輩子你唯一 最可以相信的一個親人 有可能他是忘掉了 沒有 我覺得他爸 我覺得他爸應該是有發現 故意不講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以前人家做行李 名片一直放去保護他 都有阿 我看到你那邊阿 阿你抓起來 他就一定會 我就在那邊阿 一定是 發言說奇怪 你的名片的那邊 都會黏起來 阿這保護怎麼沒黏 沒有那個痕跡在 所以一定會發言 你看 這都有孫了耶 那保護是換新的耶 那怎麼可能不是 我們生活就有時陰 所以你們爸是假的都不知道 我在想 是不是我阿嬤也跟我爸爸講 對 叫他問他 我答應過 有心 阿嬤說是我用膜 是我 如果這樣子 那我就更欠阿嬤更多 有字來上這麼多的節目 第一次看到你的眼淚 我沒有啊 我沒有啊 你會說 沒有 我原本以為你是俄語 沒有 我阿嬤對我來講就是快樂的 我想到的都很快樂 你看不是幫 給我錢 就是幫我修玻璃 幫我擋 阿嬤都對我都很好 對 我覺得 就是說 小孩如果做不對 其實 父母親不要用那麼嚴厲的態度對待 因為小孩不敢說 反而是家裡的危機 對不對 真的 他不敢跟你講 所以他後來在外面發生的大事 他一定都隱瞞 因為他知道你很生氣 必然被處罰 這不是好事情 你要讓小孩敢說 你要跟老婆子說 這這樣不對 對 讓他敢跟父母親溝通 來 我們先休息 一進廣告 我都想得到很快樂 你也知道嗎 不是 小鐘瓜跟阿嬤的感情也很好 我的故事比較特別是因為 爸爸早年那時候在跑路 然後出國深招 所以他那時候常常去 你江湖周跳 江湖周跳 那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我其實不會固定住一個地方太久 那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一個姻緣機會 我認識了一個阿嬤阿嬤 她是我生命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貴人 這個阿嬤阿嬤跟我雖然沒有血緣關係 可是對我生命來講非常重要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這個阿嬤阿嬤是怎麼認識的 是 我爸那個時候她帶著我帶子郎流浪 那有一次就是跟她的這個青梅竹馬 的女朋友 在路上相識 那就因為那個時候就那個 那個女朋友她就覺得 怎麼講 怎麼看著一個東瓜以前那麼漂白 那現在就帶著一個小朋友 這樣那麼辛苦 那她那時候也很不捨得 那她們兩個因為過往有過一段情 所以很快就恢復熱戀 就是很快又恢復熱戀 結果誰也沒有想到 從然就活 對 從然就活 結果誰也沒有想到 才剛交往不到兩個禮拜 結果又重溢在一起 那個時候又在一起交往 不到兩個禮拜 我爸就被抓走了 那時候剛好就是那個路上開車開到一半 紅綠燈被警察攔下來 我爸就當場被抓走 結果後來來接我的就是那個 我爸的那個青梅竹馬 對 就是青梅媽媽 我都叫她媽媽 那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青梅媽媽就帶著我 她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東瓜被抓進去關 然後我帶著一個小孩 我原本沒事的 然後就突然旁邊又多了一個小孩 她後來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她就帶回去 那那個時候就遇到阿姨阿嬤 阿姨阿嬤在大稻埕那邊 她有開一個老人茶店 開一個老人茶店 那很多那個老人都落意不絕 來嗑瓜子來泡茶 那個時候就把我帶到阿姨阿嬤那邊 其實現在她的稱呼叫長照 是這樣嗎 老人 日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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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然後那個媽媽就是很著急 就說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還在煩惱嗎 不知道要拿這個人要怎麼處理 那阿姨阿嬤她那個時候就講了一句 她就說 今天你愛哭就愛吃 你吃就愛嘎 她給了我 當時我媽媽 雖然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她給我那個媽媽 一個這樣的一個嘱咐 她就說你最起碼你今天有這個緣分 孩子跟你在一起就是有緣 但是阿姨阿嬤不是那個青梅媽媽的媽媽 沒有 是青梅媽媽 她是青梅媽媽的媽媽 對對對 所以我也是叫她阿嬤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跟爸爸流浪久了一段時間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感受到那種 家庭的那種親情 其實我很受感動 所以我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很簡單耶 這叫勢如己出 對 真的 因為特別是那段時候就是因為那個青梅媽媽 她也要有工作 她白天也有她自己的工作 所以就變成說 我就交給這個阿姨阿嬤再照顧 那就變成說 那阿姨阿嬤 在現在地的生日好嗎 不錯 地的不錯嗎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所以我 好生的含義 對 所以我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因為我覺得有開始有家的感覺 沒有再像以前流浪了 因為以前住一個地方 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在那邊待多久 可能是一天 可能是一個禮拜 可是到了那個地方之後 我開始感受到被愛的那種關懷 我開始理解到說 我可以在這邊 可能待上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每天都會很主動的 就是比如說客人來 我就會幫忙遞瓜子 然後幫忙就是燒水 爹爹爹來爹嗎 對 爹爹爹 然後就是幫忙遞瓜子 然後大人幫忙燒水 然後我就是很重 但是我就是幫忙撐著 然後幫客人遞水這樣子 然後也就 對 那時候也就是說 阿嬤媽媽媽媽的喊阿嬤阿嬤 就真的是 我也是把它當成是我自己的阿親阿嬤 然後這樣再叫 那這個阿嬤她也就很疼我 就是不管有什麼好吃的 然後還是像剛剛講的有錢 那個零用錢 那多少都會塞 看到你想到的時候就會塞 然後特別是我那個時候 在那個大大城 我很喜歡吃一個叫倫敦糕 那也是吃的 就是白白軟軟的 對對對對對 倫敦糕 然後有一個腳踏車在賣 對對對 然後它都會有一個那個鐵盆 然後上面有一個白布這樣 然後打開又有很多蒸氣帽子 然後現在還有 我很愛吃那個 然後每次只要那個 這次是換你想吃的是不是 你媽都對 對啊 它不是花源自倫敦 它花源自廣東 是 是的 對 它那是倫 應該是倫 然後每次只要那個 像那個腳踏車經過 然後在叫賣的時候 阿嬤就會衝出去 然後 待會待會待會 我們孫要吃 就是也是講我 就是說我們孫要吃 有一次 它那個時候 鐵鍋那個剛燒開 所以它那個溫度很高 然後我那個時候 也不曉得怎麼了 就一個不小心 我手去碰 碰到 手骨也碰爬 就是它整個就是 整個桌上 阿嬤那時候 我就開始 我就開始哭嘛 開始大叫哭很痛很痛 然後阿嬤就趕快看到我說 啊那 趕快把我抓到那個水溶筒那邊 用水沖之後 然後就拿那個牙膏 老人家有很多那種偏方 就拿那個薄荷那個牙膏 要去鎮定嘛 就是塗那個傷口 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塗的那個時候 當下它眼淚流下來 真的啊 然後我那個時候 我很意外就是會覺得說 因為那個時候 前面流浪過很多的家庭 然後 不太能夠理解到說 到底什麼是情形 而且爸爸那個時候 很多時間也不在身邊 那以前那個時候 寄人籬下 其實常常都是看人家臉色 然後 也沒有說感受到說 到底 有家是一個什麼樣的味道 因為對於 那個時候來講 其實我是一個trouble maker 對於很多被照顧的人 因為我爸那時候 還身邊的朋友不多嘛 很多都是兄弟嘛 都是什麼 突然被照顧到說 大家就說 我也不懂得怎麼帶小孩 你姓托 名叫尤平 對 所以 對於他們來講 他們也只是覺得 那就是個責任嘛 反正東瓜托付給我 那我就是照顧他 不要讓他就是惡道 不要讓他受寒 那就好 那 但是問題是 那個阿嬤讓我感受到說 有那一種親情的溫度在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 流下的那個眼淚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對我的怎麼講 整個人格養成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印象 就是說誰說一定要有親血緣才叫做家人 對 誰說一定要有血緣才叫做家人 是 我覺得人與人的那一種情感 就是那個東西 我是覺得那是最難的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影響很深 後來阿嬤阿嬤還繼續 還在還在 還在 就是包含說像每年逢年過節的時候 然後就是也會打電話關心 像前段時間 前不久 他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他有得到一點糖尿病 那現在腳其實走路不太方便 然後我就那一天我就通電話 然後跟我媽媽在聊天 然後我就關心我說阿嬤現在狀況怎麼樣 因為 跟青梅媽媽在通電話 對跟青梅媽媽 跟青梅媽媽通電話 我就關心說 我說那阿嬤最近怎麼樣還好嗎 因為大概知道他有糖尿病的這些狀況 什麼等等的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如果可以的話 想要幫他安排一些 比如說醫療相關的這些程序 我再幫他關心這樣子 結果那個 遠遠就聽到那個 那個阿嬤阿嬤 他就在那邊講說 是阿紅 他就叫我阿紅 郭憲宏 對我叫郭憲宏 他就叫阿紅 我的小名叫阿紅 然後媽媽就說 對啦 我再跟你介紹一下 然後她說 我要聽 我要聽 然後那個時候來講 她就講說 我就問阿嬤 我說阿嬤 你會比較好嗎 其實她那時候講我不太方便 她就說 聽到你的聲音就好了 對 就是 就是她對我的那個 縱使到了那麼多年 到了現在 她其實還是把我當成一個 她真心覺得付出的孫子 我覺得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很感動 你不跟阿嬤說 倫敦到很久沒吃到 對啊 所以這一集 我們三個是 你在欠什麼 綠豆 綠豆昏貴 還是紅 紅燈糕 紅燈糕 她好像比較後面 這個要講一下 阿嬤的溫暖 造就了今天的小中落 真的 有時候就是 那種感受 一瞬間感受到的溫暖 會變成人格的一部分 對 還有你對她的關懷 造成她今天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她是 聽清明媽媽講說她早期其實家裡家境非常好 那只是因為後來加到中落 可是她的那種所謂的那種為人海派的那種熱心 就是有點像富家千金小姐那種個性 其實她為人非常和善 甚至她那種每次要買水果 她都是買一大瓶 然後就是到處送 到了現在其實她還是會有這個習慣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在 你怎麼知道小時候怎麼知道 地點是什麼意思 欸 那當時不知道 不知道 對 不知道 我不知道 老人茶 對 不一樣 差不多了 那個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來講 那個環境是孕育我一個很大的 我聽我的朋友說 他也去那個 那個 不知道是地點老人茶室 他也是一樣 我們都有一瓶那個 過季 茶室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茶室不一樣 茶室是大家開工 然後開過季 茶室有的是卡座 一定是包廂這樣子 上床暗後 但是茶室是床的 茶室是床的 但是茶室一定在室內 而且幾乎是紛紛暗暗的 我覺得你人生經驗比我豐富太多 因為 以前我們家來請的董醫師 如果被人家的時候 他都跑去那裡 跑去那裡 跑去那裡 到那裡 因為以前開地大碗都蠻融融 對 蠻融融融的蠻融融的蠻融融 比較有話說 特別人家要拔麥 我趕快打開 很快去找一間一間找 看他到底就多一間 趕快去看 先生啊 有人要看 所以你都每個卡座都探頭進去 就再瞎一下 每個都不要去看 這樣就再瞎一下 是這個原因 我朋友是說他這樣去老人茶室 他說 喔 那齁 他不知道說年紀怎樣 他叫得很年輕 結果到達4點多 他說 客人你稍微等一下 他說 你要說 我來接我孫子 然後我就 他都叫妹妹說 我不在休息這個 他有孫子 所以老人茶室要去年輕 對 沒有太分很多種 好 那 這個小東瓜 還有一個阿嬤 對 這是我的親阿嬤 對 那 他跟那個小英阿嬤 他是完全不一樣的個體 小英阿嬤是很熱情 很海派 然後我這個親阿嬤 他是個性 他是比較文靜 然後他其實對於孩子的愛 或是對那個孫子 對我的愛 其實都是那種默默付出 他不太善於用 言語表達 那 像阿嬤的話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說 他不會罵我 然後他也不會打我 那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我住在親阿嬤那段時間的時候 那 那個時候 因為我的氣管不好 我的氣管很不好 那他常常會煮很多那個中藥菜 然後其中有準備那個婚工 婚工薪 對 婚工那個他是 肢氣管 胃腸膀 最好的 我原本我天生 我氣管就不太好 然後他都會準備那些給我吃 然後特別是我那個時候小時候 我曾經很擔心就是說 因為我爸爸的個頭不太高 然後那時候擔心過自己會長得很矮 然後我就有跟那個阿嬤在講說 就是孫子想想 我不知道能不能夠長高一些這樣子 然後阿嬤他就會很熱情 他趕快就是去準備很多那種補藥 然後去吃 可是那時候一吃的時候就會覺得很苦 很苦 然後那時候又有吃不太下 然後就是 因為又不想當面上的阿嬤的心 然後就假裝喝個幾口 然後趁他不注意的時候 就偷偷倒掉 可是就像剛剛講 阿嬤知不知道 阿嬤知道 可是阿嬤他也不會當場戳破你 然後就是後來來講的話 阿嬤就會多補幾顆糖果 Gamma糖 他就會多補幾顆Gamma糖 梅子糖那種 對對對 然後你在吃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你就心裡有數啦 你就知道說阿嬤其實 阿嬤其實都知道 所以其實這個是我對我親阿嬤的一個很大的印象 那我後來到比較長大之後 我才理解說阿嬤這個比較甜靜 比較寡言的性格是怎麼來的 是因為我的阿公他 他也有前後人 那大老婆很早就走了 那我認識的是這個 我的那個小老婆 是我的親阿嬤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就變成說他其實一直以來都受蠻多的 我也覺得他也必須承擔很多的事情 包含說我阿公其實他早年 他20幾年前就已經離開台灣去印尼打拼 他在印尼有他自己的工廠 那我阿嬤他就得自己獨自一個人 去養我阿伯我爸跟我叔叔三個小孩 那所以他其實他也是很努力去承擔 他很有那種生命的那個任性 但是他也不太會去跟孩子們去講他的委屈 他也不太會去講什麼 他唯一一個遺憾是在於說他 以前他小時候出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沒有很準確在報戶口 他那個出生的時候好像因為有發生水災 所以他沒有及時去報 所以到後來他去登記的時候 他其實不知道他自己真實的出生年月日 對 所以到現在變成說我們幫他過生日就是在1月6號 就是那個身分證上面的這個日期 但是就是他常常會在講 天啊 這講到我連哪一天出生 我自己知道我都是一種幸福耶 真的 有人因為這樣子 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對 可是他也從來都沒講 這是我都是聽我叔叔在提 然後才知道 那後來因為知道這個 所以這個阿嬤就是冬季的媽媽 那個大房他生了我的阿伯跟我的爸爸 然後這個親阿嬤是他生的我的叔叔 可是因為我大阿嬤很早就走 可是這也因為這樣就變成說 早年其實爸爸成長的環境當中 其實有一個變扭在 因為等於說我這個 雖然我講親阿嬤 但是他其實跟我爸爸的順 這一半也算沒有血緣關係 那其實爸爸也很愛他 但是我就像我們上之前講的 其實我們都不太懂 怎麼去跟家人表達愛 所以我爸也很變扭 所以從小我就看我爸跟我阿嬤的互動很微妙 就是你會覺得說 他們彼此都很關心對方 也都很照顧對方 可是很多話就是會放在心裡 不會說出來 然後直到今年年初 我爸爸過世紀念就是已經三年多了 然後那個時候發生狀況的時候 我爸走 我的阿公阿嬤都是看到電視 才知道這件事情 這樣喔 對 然後其實因為我阿公跟阿嬤 其實他們很了解我爸的個性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多苛責我些什麼 他們只是就是有在抱怨說 怎麼都沒有講 怎麼都沒有講 怎麼到現在才講 我跟你講 愛跟關心一定要即使說出來 對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意外跟明天哪一個會先來 所以後來我爸走的時候 我就聽阿嬤在講 他說爸爸走的那一天 因為他知道爸爸的死訊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心裡突然shock了一條 然後我就問阿嬤 我說為什麼 他說爸爸走的當天 我們都還沒有讓他知道 因為阿嬤知道是等於是 隔了好幾天之後才知道這件事情 他說我爸走的當天 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爸有去脫夢 真的喔 我爸有到阿嬤的夢 然後進去之後 然後我就問阿嬤說 那你看到什麼 他就說他看到爸爸就在那邊笑 就對他笑 也沒多說什麼 就是也沒說 笑笑 然後就揮揮手 點個頭 爸爸就離開了 對 然後他就說 他那個時候來講的話 就是阿嬤就開始眼淚 他在講的時候眼淚就開始在那邊掉 到了今年那個年初的時候 阿嬤好不容易潑了空 從印尼回來台灣 然後我就帶阿嬤去山上 去掃爸爸的墓 那那個阿嬤就看到這個 因為他是長輩嘛 長輩不敗完輩 所以他到墓裡面就靜靜的看著 他就說 你從來很舒適也很厚耶 他就這樣跟我講 他轉頭過去的時候 他就開始偷偷在那邊流眼淚 他就偷偷在那邊流流眼淚 然後其實就是你會感受到那一種 其實阿嬤就 像我剛剛那跟小嬰嬤其實也是很類似 就是有時候那種 家人與家人之間那個關係 有時候不見得是一定要流血緣 才能夠緊密在一起 所以對於我的親嬤來講的話 他有一個小小的遺憾 他就覺得說 當年沒有好好的把爸爸照顧好 因為那個時候他跟我的阿嬤 兩個人就是忙於做冬瓜茶的生意 沒有好好去照顧他 這個有一句諺語是這樣 就是說 你用善意敲門 對 對方必定用樂意敲門 反過來 你如果用惡意敲門 對方必然不開門 對 對 所以就是阿嬤對你那麼好 即便沒有血緣關係 你今天依然這麼懷念他 對 對 你怎麼有阿嬤 一定有的啦 怎麼有人沒有 有啦一定 有喔對喔 我就不記得 我一直叫頭康白出來 對 怪怪 對阿嬤的印象有什麼 阿嬤就很慈悲啦 特別如果去新港 去掛影院 回來一定帶新港魚 阿嬤都很慈悲啦